中北虎 东北虎 它也是有各自的性格 各自的一个特性在里面 我展厅里就有一个 它是个小母虎 我给它取名叫茜茜 太陶了 我叫玛丽娜 是黄道河系东北虎林园一名饲养员 我今年已经39岁了 在园区工作了20年了 我们从事洋虎工作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有的时候很枯燥 从此做着一个相同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坐在那小鞋的时候 它会到你的跟前 也静静地看着你 它那眼神有时候是柔和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 好像生活中那些 累也苦啊 就无所谓了 这只看到的就是刚才介绍的那只 比较特别陶的一只 每天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它总是给我捣乱 用它的抓子 应该认出来的 也认识的 身为三岸人员 我们不希望它记住我们 因为它是受众之王 希望它保持它原有的一个东北虎的本性 我付出了很多 照顾它很多 但是身为一个养虎人 我们应该尽得一份责任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很嫉妒我照顾虎宝宝 说了虎宝宝都比我亲 但是现在大了之后了 它理解我这个工作 我家孩子现在也15岁 它也长大 它也有它的一个思想 然后呢 像东北虎 它也有它一个个体一个独处的一个方式 希望它学会掌握一些的本粮 一些的技能 让它在以后的一个大的生活环境下 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 我希望东北虎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 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希望找到更适合它的一个家园